我估计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咱们半张银行卡刷卡 这储蓄卡里头存的钱 有可能突然间就没了 可能额度也不大几千户钱或者上万 那么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它并不算少见的 存的银行里钱怎么就能没了呢 这里边有多种多样情况 你看咱们第一种情况呢 得说是就是犯罪分子自己干的 比方说你说这个银行卡 你在取钱的时候或者刷卡的时候 一不留神密码人知道了 有的就是让他收银员或者钱台服务员 看你刷卡的时候 他把你密码记下来 往上回头去复制去 这种犯罪的状况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还有的是在网上呢 你一不留神你把你网易密码 也不怎么就告诉别人 或者别人知道了 别人在网上把你账罪传走了 2013年10月 广东警方破获了一起 非法盗取用户银行卡信息 并盗刷用户存款的案件 据警方调查 银行卡盗刷犯罪团伙 在实施盗刷前 会选择一些档次较高的酒楼 KTV等场所 专门安排一些年轻女性同伙 应聘服务员 有些客人在刷卡结账的时候 会随手把卡交给服务员 这些所谓的服务员 就在客人不注意的时候 把卡在自己随身携带的 微型仪器上刷一下 就这样 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 顾客银行卡的词条信息 就被记录了下来 随后 当顾客输入密码的时候 他们会在一旁偷窥 并把密码记下来 日卡团伙 就会根据这些信息 重新复制一张新的银行卡 并进行盗刷 此外 老罗聊天信息被盗 使用陌生人电脑购物聊天 侮辱藏有病毒的网站 被高额重奖信息 填取银行卡账户密码等 都有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 我记得是全部有 鲁州老教 他在一个地方的银行里 存了大概是好几个亿 结果这些钱就突然就没了 最后一破诈案是怎么回事呢 是相关的犯罪分子 伪造了这鲁州老教公司的一些印章的财务资料 然后拿这个资料呢 到银行说什么呢 我们挂尸 我们原来的存单的或者是卡也没了 丢了 工章什么材料都有啊 银行就给他挂尸 又办了一张 都办了一张之后呢 这不等于新开个户吗 新开户转账 把钱给转走了 所以我刚才说这两种情况呢 它都属于犯罪分子 干枪皮马的 跟别人不干涉 就犯罪分子这可是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钱没了 我们能不能追回来 银行在负什么责任 银行卡被复制 密码都泄露 大额存款被盗取 银行存款不翼而非 屡屡发生 谁该为土护的损失买单 一边是企业急需贷款 另一边是个别人员 把这高锡蓝储的幌子 自处拉拢存款 这背后 究竟隐藏着哪些 显为人知的风险 老梁观世界 神秘消失的 银行存款 正在播出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钱没了 我们能不能追回来 银行该负什么责任 你比方说 假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 被复制了 然后这密码呢 你一不留神山就知道了 这种情况下 就是密码呢 所以你不小心泄露去 没有起到审神保管座 你承担一定责任 为什么银行要承担责任 因为你每个人办这张银行卡呀 它都有唯一性 可识别性 就说我这里就这一张卡 这是多一万的 那么人家复制一张卡 就付个密码 ATMG 就不认识了 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你要是网银 那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网银不涉及到银行卡 那你自己保管不涉 你把密码告诉人家了 突然别人知道了 那你自己承担全责任 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那至于这种大额度的 银行要承担很大部分责任 而且像这种大额度的呢 它有义务呢 直接跟企业进行核实 你不能来几个人 拿着这个印章 你直接齐了咔嚓就给办了 所以这就是银行本身 存在着很大疏漏 所以这个时候银行承担责任 它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种情况 就是外边的社会人员 和银行内部的员工 互相勾结 完成这个犯罪过程 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都有一个限定条件 叫高息拦储 也叫贴息存款 贴息存款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比方说每到年底 或者月季度末 银行这个无论是行长 还是往下各个办事员 都有考核指标 说你完成了多少拦储任务 你揽了多少储蓄款 高息拦储 就我承诺 你要把这钱 在这个时候给我存进来 那我给你很高的利息 所以往往这银行工作人员 和一些中介联系上来 因为中介就负责这个地方 他认识一些有钱人 或者知道哪些人手里攥着钱 动员他 你把钱存这块来 或者从那银行 你导出来 从我这边银行来 看起来好像这是双赢啊 大家都高兴的事 但实际上这里头 存在着更大的风险 为啥呢 这高息拦储 你要看他这个储蓄 这个钱往哪去了 如果老老实实在银行里待着 银行用他的利润 给你支付利息 这倒是双赢 没问题 可是现在呢 往往这高息拦储 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变成什么样的呢 这种方式的这种高息拦储 它是什么样促成的 其实是有多方面的 不作为储户一方 这一面呢 是银行里的工作人员 加上第三方中介机构 再加上需要贷款的企业 咱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这个企业 等你下锅呀 贷不着钱 因为有好多中小企业什么的 没有贷款资格 或者因为以前信用不好 失去了贷款资格 那么这些企业 他想获得更多的钱 投入生产 那怎么办 那既然银行 我通过正规手续带不出来 那么我要通过储户呢 有人说 那你像直接储户 这个下差线呢 问题储户信不着企业 弄不好认为你非法机资 可是储户能信任银行 所以这些想用钱的企业 是想通过银行 把储户的钱转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企业承诺 我给高薪 然后呢 银行的工作人员帮忙 这边第三方中介呢 找很多有钱的人 名义上 往银行里头 拉储户 其实是把这钱 转到企业账上 如果银行工作人员不帮忙 这事你实现不了 就是你储户 储着钱 其实是没有存在银行里 表面上 他是到银行存钱去了 其实到银行那边一转账 把这账就转到企业这边里 那么如果这企业呢 挣着钱了 到时候又把利息给堵上 忙过去了 万一这企业资金链团崩溃了 或者银行跑了 你找都没地方找 有人说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两种状况 以前的案例里边呢 有这种情况 说把你呢 领到银行 高析啊 存这儿吧 存上来 他让你输一次密码 输一次密码 咱们都知道 密码输进去了 给你开户了 整个这过程完事 那么这个时候 银行的里头的工作人员 会再次提醒你 再输一遍密码 其实他让你多输两遍密码的时候呢 他已经在这里边 把转账一边打开了 你输的密码 其实是呢 授权给他转账 他把你刚存进这钱 就转到 那个企业的账户上去了 也就是说你办这一次事 等于同时开个户 同时把自己钱又转走了 然后这时候还不忘了呢 跟你这储户签个合同 再告诉你 这些合同里头有几项 你不能随便查你这钱 你不能办网上银行 你不能办短信提醒 为啥呢 咱这高期 这商口都不让 你要一这么整的话 你再来一查 咱露馅了 你也得不到钱 我们也办事了 你对不起谁 他通过这个 过去你信任同时呢 让你这一年以内也不查 也不问 过了一年 他又把钱赌上了 风情浪静了 赌不下 这一年工也够跑进来 半网银呢 这是更高明一个办法 半网银的过程当中 他就给你调包了 把那邮盾的假的给你了 你再输一遍 然后他那边用真邮盾 和你这真密码合在一块 直接就把你钱拽走了 这根本用不着 你再输我后台怎么拽 你用网上银行方式 把钱就拽走了 就更省事了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 办一个邮盾 一般你就要输入两次密码 第一次输一次 然后再重复一次 保证你两次输入密码 是一样 就可以搬一个邮盾 输入这个四次以上 那说明他至少 可以搬两个邮盾 有可能一个就是真的 一个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刚才说这种情况 我估计您听明白了 就是银行里边的工作人员 跟外头人混合